Hello 我是沈世軒 You are watching TOYS TV 好 漫具TV第27集 第十一集 第十一集 三百六十九 三六九集 Anyway 今次要介紹的 就是ASUMI TOYS 竟然和3ZERO正面對決 也是這個新鮮滾熱辣的 咒術回天 十二吋腳三人形公仔 站在咒術界頂端的五條五 我們先介紹這間公司 ASIMUS 是台灣的一間公司 可能我們比較少接觸 不知道是否第一次他們的產品 應該不是 但是 他也有出魔戒 原來有出魔戒 他由異人突然走 動漫風 看看情況如何 看看盒子 盒子 首先印了五條五的公仔 有一點點燙銀 背部可以展示 有三個不同的表情 我們立即打開給觀眾看 登記 一個台盒 裡面一個開槍 開槍的 風套 立即見到 立即開來看看 好 哇 有東西飛出來 真的這張帽是他 對 首先給觀眾看看有什麼 要監察幫忙看看 因為我們完全不知道自己在拍什麼 我們首先可以看看 一開盒就是這樣 一個主體 有三個嘴型 很特別 它是換嘴的 對 因為它的頭髮 或者眼部的布 對 可以遮蓋它 然後換三個嘴型 手型有 一二三四五六六 六隻 總共有八隻手 再加上它最主要的 開了眼罩的靚仔樣 我們立即可以拿公仔出來看看 好了 這裡 德哥 嘩 它有沒有術式 有 基本上如果你想用五條的術式 無論是客人或其他高級咒術 都會看到它的手型是齊齊的 先看看 布製衫 它已經準備好它的咒術手 沒錯 大家不要誤會它不是阿英哥 它的布製衫 它這個布真的好像 因為上次阿VZERO 有些防水布 這個真的好像布製衫 那種感覺 是 你看到這個手型 大家都很熟悉 無量空虛 基本上 它的領域的時候 就會用這個術式手勢 動一動 頭伸手腳 好 向上望 蹲下頭 抱歉 是有破綻的 因為本身其實用布製的衫 我相信 立刻 現場扭爛了 就沒問題 咦 為什麼它的關節是 激輪式 其實挺好的 我聽到幾舒服的激輪式關節 它本身上舉高手 就這樣去到頂 都不頂 完全沒問題 可以 我相信肩膀應該這裡也有一截 嗯 可以向前一點點 對 這裡有一個橫切 橫切 對 當然 屈手沒問題 屈手去到九十度 對 九十度 不可以摺起來 沒錯 手腕拉低一點 很正常的球型關節 嘩 嘩 我看到它的手指也有做陰影 噢 是的 這距離未必看得那麼清楚 對 不是一個純玉色鏡 甲製是否正在看我們的鏡頭 對 不是純玉色的 嘿嘿嘿 還有我覺得 這次的身形 都很嬌瘦 很高大 它本身始終要跟著漫畫的造型 或是動畫的造型 都沒辦法 對 沒錯 好 我們再看看其他關節位 不要 嘩 浸了一刀番茄 可以 可以 OK 鞠躬90度 我不相差再見 我揭一揭 它衣服脫不脫 脫不脫 這裏是否有白樓 這裏是樓 不開了 讓大家看看 這裏是有樓 但應該是開不了 很難說 我還未詳細看 是的 未必 我感覺應該不會真的開到樓 那麼厲害 是的 哦 那是否逢死呢 是的 但我又覺得它可能真的又 不知道 但又不肯定不是摩索貼 是的 不是摩索貼 不是白樓 是的 因為以前通常這些衣服 只有兩個做法 一是摩索貼 一是包口 我不夠薑 我不夠薑 不敢 我們都覺得不穩陣 沒錯 所以我不特別看看它的內扣如何 腳 沒問題 OK 這裏感覺到它是一個橫切 OK 好了 石頭割了 都沒問題 這裏就沒問題了 對了 看到一隻襪子 這裏是很正路的12吋身體結構 有一雙雜雜雜的七皮鞋 高一點 很少 好了 基本上我想如果要玩 我給大家看這個 換嘴 好 因為它用磁石 就比較舒服 對 又會方便一點 好了 我們試試換一個 這個比較有趣 這個是一個好像CUTE的樣子 CUTE扮蒙 扮蒙嘴 好 好 這個嘴 挺漂亮的 這個嘴 涉好了嗎 涉好了 因為我記得 之前的品牌 沒有這個表情 是 另外 還有這個 笑嘻嘴 都是它一貫 輕挑的 對 挺有趣的 可以 它換的真的很方便 對 重點 好 好 換上這個帥 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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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厲害 不 不用 梳 不要 用手 不要 不要 我扯到那個 可以 繼續 我放這個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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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多按兩下 按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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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嗎 可以 不好意思 大家 有一點技術故障 技術故障 我 可以 按兩下 我 你看 轉不 好 我們會斥到這一段 大家 珍惜 珍惜 快 再 換回 Bion 不要 稱為正常 靚仔 決戰用的 模式 就是 一定是脫眼罩 眼罩还有一个布置的扮眼罩 可以拿着它 可以有这个布置的眼罩 倒具 如果摆的时候可以配台座 大家观众看看台座 有它的名字 有述回战 可以安装配件 没错 那盒就可以了 看到吗 看到 最后还有这个 还有一个配件 在游戏里面有没有用这个布置 应该就不可以了 即是戴不了 是否就这样拿着装饰 它头发的上色很仔细 它本身的阴影是做得挺好的 就述而止 买广告的 直入式广告 所以我就是说 这顶帽是否有些特别配置 用来装饰 重点是有它这个轻轻的手 这个戴法好像前两年轻 对 只轻轻粒粒 轻轻粒 轻轻粒 一吹就走了 德哥 你现在玩完这个玩偶 你觉得整体表现和关节 比起之前的RVH 或者其他那些 你觉得它如何呢 我觉得重点都是 看看价钱 变成了考虑买哪个产品都好 质素和价钱绝对是成正比的 坦白说我没有很特别测试这个 ASUME ASUME 对了 ASUME 不是 ASU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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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价钱 价钱 如果价钱是相对廉拟的话 也有市场竞争力 但好像是4800台币 嚇死我 4800台币 即是兑换港币应该是1200元 那大家就自己想了 就是这样 喜欢咒术回战的又多一个选择 好 稍后见 好 好